佳南诗歌 第268首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 传来祈祷神 祈祷带来复兴和平 带来合一得胜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 传来祈祷神 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 五湖四海接弟兄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 传来祈祷神 飞越了万水千山 融化冰冷的心灵 再没有捆锁 再没有战争 带来了祝福 扭转了命运 今年是好收成 传来祈祷神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 传来祈祷神 祈祷神 祈祷带来福 祈祷神 祈祷神 solutions 祈祷神 传来祈祷神 人人独献是沉沉的海 无辜是海界的胸 从不离走成五点钟 传来祈祷声 飞越了万岁千山 融化冰冷的心灵 在没有困说 在没有战争 带来了祖父 不错了命运 凌恋是好守称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 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至二节 我愿男人无愤怒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 参考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三至四节 信仰格言 随时随处向神祷告 过尽全平安的生活 主题 生命的实行 祷告 让我们祷告 神啊 我们的救主 我们祈求万人得到救恩 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因为这是讨你喜悦的 奉主耶稣的名 Amen